哪来的博比这不是小炮吗 我的我的我看错了 造型重做就跟老鼠重做一样 丰富了打法 造型现在太垮 就让你 我跟你们讲 我预 我大胆预测一下 如果到时候啊 这个造型 AP造型会上正式服 我跟你们讲 就会跟现在老鼠一样 他到时候AP造型会削 然后再加上AD造型 我们半年后见 我的预测经常准的 我这种预测版本 我经常预测设计师怎么改 他就怎么改 我不是每次预测都对啊 只是经常会对啊 我甚至严重怀疑 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拳头的工作人员 怎么是全屏 全屏你们看的不少 之前我预测 落手 对吧 我就预测 他被动流血会对野怪增加伤害 Q能回血 结果他真这么改了 而且 我说完这句话的一个多月后 很短的时间内 他就这么改了 我预测过很多 装备跟英雄的改动 结果他都这么改了 我觉得 等我以后不直播了 我去拳头上班去了 三个策划应该 挺好的 时候人就先别搬吧 这版本造型太瓦了 还不如最老版本的造型呢 伤害又不够 顶又顶不住 我预测个钩巴有公告 哪里 我是先预测 才出美测服的 我也不是看了美测服的消息 在给你们预测的 我也不是 他不是上线国服啊 他是上线美测服一个多月后啊 你不要理解错了 我可不是那种 什么含服偷点套路啊 就自称研究骚套路的 太骚了 你去翻一翻我以前的录像 你再对应一下 他的上测时间 应该能整理出这个时间线 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看视频的人挺没脑子的 这都是我老师开创的 你也是看他的视频吗 妈的 这几个月前 韩服都玩烂的 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 来个水滴 再来双鞋子 队友发来感谢的问好 主要我感觉挺进配征服者更好用 可以追着人一直黏 他被你减速 而且挺进可以 触发S这个效果 然后再配合水滴 这套打法也能秒人 就有一定的坦度 流人能力会更强 不容易被操作知道吧 主要是没那么容易被操作 他现在这个挺进的距离 加了一半 也就是说你先挺进减速 再EQ会大幅度挺着你EQ的命中率 伤害打到没挑飞 我吐了 直接来个CD写吧 上路要卡6了 可以抓一下 先拉小一点 我收了 等一下我等一下 哎我这个被偷了 没演了 直接直接打 可以跟上的 他往的这样 就那我回过家的 直接把线推过去 除非他不吃这个线 你大地在上收 收一下 他不吃这个线的话 他要走 走 走出来的 我假装先溜一下了 这时候那有爆破 这是我过家的 我下事 我就把他接个盗 这三波线 你还不如先死呢 先死还可以吃线呢 然后再开一波上路的塔皮 基本上你只要上路会玩或者中路会玩 打野的节奏就很好起来了 抓一波然后有限权 然后控先锋 再抓一波直接起飞 利用装备跟等级的优势直接碾压 塔皮自己吃吧 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 你看我这波石油轮B了 我们刷个两组也在控先锋 这个小龙可以给他吃 我们不要 忘记昨天的石头轮了吗 那是扭曲的石头轮 这场石头轮不会这样子 他又不亏 互相搬 搬着本来的 就要追求一个双赢 你知道吧 你搬他他也赚 那你当然也要赚了 你什么都不吃 你叫时间成本的 你还不如刷野的 如果你去抓了 你什么都不吃的话 我建议只刷野 我建议你玩死哥 你那样的话 抓了抓了就把自己抓奔掉了 主要我这两天输的局 都是太团队了 搬队友 然后他又C不了 他把经济吃了一点用都没有 还是要想着自己C知道吧 你们看我这两天输的局 基本都是这样的 帮他拉人头 拉塔皮 刚才他没有用 他要变大纳尔了 等一下 然后把先锋先开了 你快跟上 这边输了 你打的也不难受 游戏体验就很好 你看他这怎么亏呢 这哪儿连冰都没得吃 我们再吃他 再对吧 他再拉人头 怎么敢 这不再来个溜溜球 怎么不点塔呢 这时候人血比我多啊 先把塔点了 点完塔杀ED就完了 这些人太恐怖了吧 下楼塔都不要来上游走 把我看兔了 六七 他这样子很亏的呀 你看他又是掉两波线 又是掉两层皮 对位经济差 他这个死一次 等于死三次了 两波兵三百块 两层塔皮又三百块 抛出经验 太离谱 挺进CD鞋就很猛 再补个水滴转磨切 又可以秒脆皮 我感觉这个别的装备改了 这个挺进到时候又要砍 这拳头还蛮有意思的 每个装备都好像每个神话装备都强过一段时间啊 有件装备除外 勇刷 不过勇刷这个版本也还可以了 勇刷这个版本也行了 主要是别的装备砍 三项吧 三项好像没有加 基本上的所有神话都挥还过 或多或少 基本上 我都说基本上的 个别就不算此裂当中 我不加个基本上又要 开始有人要挑刺了 还没到呢 阿里过来了 快跑 再往就来不及了 你们看到打野的信号 得看一下打野的位置 很多时候打野只是告诉你 他来了 但是很多人他看到打野发信号 他就直接动得上上去了 可以等这个打野接近了 再给技能 沙里好像没有阿 还有最后一层塔皮 我就把他越了吧 我自从用了挺进之后 我就再也不买战斧 吸又吸不起了 这个基础急速加CD鞋就够用了 这版本CD鞋还这么香 来点性价比高的装备 CD鞋配这个挺进具好用 用过都知道了 战斧现在不是很好用 我觉得 心石还是不可以 心石太乏力了 除非打那种沉碎皮的阵容 或者你的队伍里面有人可以单个前排 有人打伤害才可以 心石的话 只有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时候可以出 你买这个挺进的话 伤害也可以 这环子其实技能权重伤害不低的 他就是容易被能操作 容易被秀知道吧 这挺进就可以 大幅度提升我们的龙错率 你可以先挺进 玩再EQ连招 或者EQ玩挺进 减速流人都可以 等他交完技能 你再大招宽住 这样的话你就等于多一段位移 主要是这个减速很关键 位移都是次要的 你看他想跑就跑不了 队友没跟上 差一点点 大死了两个 这一波直接减速两个人 动弹不得 他们来个棋子我走 伤害削了一点还好 主要本来出挺进也不是为了这点伤害的 这时候 黑切回来了 这版本就不要再出血手那一套 因为这个版本更新 现在玩家的游戏理解还没上升啊 而且这版没有刺客阵容 不然的话 现在这个巨牙很克这种护盾流 等过一段时间来 这个巨牙很多人就会发现他的厉害了 所以现在你带护盾的话 不如买点血量加别的属性 黑切这个版本可以买 这个黑切的话 改回原来的样子 比原来稍微弱了一点点 但是 比之前的版本已经强很多了 还有屠夫一点屌用都没有 这场出装的话也有很高的急速 伤害也够 挺进都能给我打断了 真有你 看他上不上这个 他不上轴 他不上轴 13秒cd还可以 这些可以 这皮肤可能跟别别的英雄皮肤比起来差点意思 但是这儿 环子的所有皮肤里面 这个皮肤已经算是还不错了 很不错了 还是那句话要跟自己比 这环子虽然皮肤多 但是都不太行 基本都没什么特效 就算有的话也是很没有诚意的 随便给你改一下音效 随便给你改个颜色 很没很不带劲 就很没有诚意很敷衍你知道吧 就一点都不精致 好 咳 大流一下 事不可胆 他就直接秒 挺进吸住两个 加个盾一个Q 坦线调起来两个 再EQ插起 看这团就结束了 来回穿插 甚至可以怎么操作呢 你急速高的时候 像80急速你EQ走 对不对 这时候你想拉扯一下 然后挺进再Q回去 这不就有了 这各种操作 就会更理想化一点 就EQ过去打一套需要拉扯 然后再挽回挺进拉一下 然后再Q回去 我练的锁都死 杀他个七进七处 杀他个七进七处 看了叶师傅的环子 我一天上升了三个段 正常 凝尸出高途嘛 物交物造 我们直播间 钻石起步 怎么能 什么时候能上升三个大段 再来跟我讲吧 再见 哎呀这个挺进太好用了 没挺进又追不上了 感谢你 很想说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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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不可怕 也不不可怕 不可怕 还没关系 是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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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熟悉的感覺回來 依舊還是這麼的瀟灑 先不買護衛甲 總感覺這個錶不用了有點虧 先買個護 先用個錶來然後再和護衛甲 哦呦 好狠的魚 巨龍撞機 這邊在開始打這battle了 有一個人怪皮的啊 應該出得了 有這個兩天血就出來 一玩直接二秒錶然後再Q出來全水A你一下 時間不夠了 哎呀傷害差了一點點 這五元傷害有點小高啊 有一個人怪皮的